我没有代表什么航空公司的 那你就不是个负责人嘛 最起码要有一个 你是带过 你是航空公司还是代表中国的大使馆 但是我看 公司是Swissport 航空公司是瑞航 我帮Swissport打工 不 你听得懂吗 我没有办法你意思 就一定要有一个人过来 我在这里帮你们翻页 我想办法你们听的都是什么情况 没有什么情况 我是消费者 航空公司 我在这里消费 你把我丢在半路 是不可以的 我们没有丢了你半路 我们现在打电话 如果是中国政府的问题 那你们航空公司应该和中国政府去沟通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学生 是毛罗 巴西 对对 你的情况呢 你要今天晚上回巴西 是你的情况 我回不去的 你回不去 我没有钱 你没有钱也要带巴西去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 你们把 你们航空公司把我丢在半路 花毛了 说钱不退 自己回家 你知道为什么 不可能 你知道为什么 中国政府 因为中国政府关了门 你再不可以飞 知道吗 我知道 这个我明白 但是要有一个出面 就是政府 人家出面 就是我们的政府 你们的政府要出面 肯定 哪里写在这里 我们是国民 哪里法律上写了 政府要在国家出面呢 哇 我不知道 第一次听到 我是中国人啊 我要求领事保护 我这个情况 那请你打给领事保护 请你打给他们 为什么他们不在这里 但你的意思就是说是航空公司可以耍流氓 对吧 我们没有耍流氓 我们根本没有说好 本来就是耍流氓的 我们没有杀流氓先生 你怎么会说是杀流氓呢 帮我解释一下 我不说很多 我是一名消费者 现在 你还要待在这里 要等到 我们知道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但是你的情况 你是从巴士过来的话 对对对 今天晚上飞不到 你一定要回去 因为中国 毕竟关闭 所以说 不管是 责任方是谁 我不去追究